比如说我今天需要什么 假设第一个需求就是 我如果希望这个 print这个结果好了 我们现在print的结果是什么 是加总冒号8.2对不对 那如果我有一个需求 我希望呢 换行 就是加总冒号 换行 然后呢 把8.2呢 放到第二行的话 这地方该怎么办 那以前的话 当然你在那个 Word 你可以按enter enter会自用 可是问题这程式怎么办 特别是哦 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 有这个所谓的拖曳字员 这么一回事 这个拖曳字员就是说 里面你可以去 抓到有点像那个 enter的这个内码 这个内码的话呢 它实际上拖曳字员 表示的方式是反斜线N 那这个反斜线N 它就是一个字员 你可以把它当文字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呢 比如说我今天需要换行的话 那很简单 我可以在什么 加总冒号 的双型号里面哦 我在冒号 后面我需要 enter 换行 你可以再加一个 反斜线N 那这个意思是说哦 你帮我在这个地方哦 加一个换行 那就是加总冒号之后 enter 然后8.2 所以8.2的话 就会帮我折到下一行去了 执行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加总冒号 然后呢 它就会本来是在 这个同一行 现在的话就变折行 所以 这个 反斜线N 实际上在这边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帮我折行 帮我换行 OK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哦 假设我的叙述 希望加总冒号之后 8.2 我现在在8.2的前后 再帮我加一个双引号 等于是强调 强调 强调8.2 那当然的一个叙述里面哦 我要加这个8 这个双引号进去的话 那你可以发现会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应该加在哪里 当然理论上应该是加在 这个换行符号的后面 那我就加一个什么 加个双引号 可是你会发现哦 因为这个双引号呢 它已经在程式里面 被拿来用当成是自串符号 自串的形态的一个表现符号 所以如果你又用一个这个符号的话 它一定会confuse 你这多一个这个干嘛 所以如果执行会发现什么错误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执行下来的话会不会OK呢 它会出现错误 叫做什么呢 Cytics的这个 这意思是语法的错误 这个语法错误的话 因为它什么 它跟你讲说 end of 这个什么 这个在语法的结束 你有一个头但是没有一个尾 也就是说你只有一个什么呢 双引号 但是你的后双引号在哪 因为一定要一对的 所以它找不到那个尾巴的那个双引号 所以要跟各位讲哦 如果说你今天呢 要在这个 你一串文字里面呢 要使用这个 这个双引号 或单引号的话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你就加一个拖曳资源符号 是什么 反斜线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要输出是一个 所谓的双引号的这个符号的话 你就必须在前面再多增加一个 反斜线 反斜线双引号 用这个反斜线双引号呢 来表示说 我今天要输出的就是一个 双引号的一个质源 ok 所以如果今天输出的话 那这个地方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它会出现什么 加总冒号 这边有了 那尾巴这边还欠缺有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在后面这个地方 再串接一个什么呢 一样是文字 那这个文字呢 一样是一个 双引号符号 所以一定要是什么 反斜线 再加一个双引号 这样就ok 所以其实 逻辑应该可以理解了 反斜线 这个双引号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把它串在后面的话 执行结果 各位可以看到 这样的话呢 就是 加总 冒号 然后这边的话 就会是多一个什么 前后 就会帮我再增加 所谓的双引号上去 那一般拖曳资源 当然这个列表还要蛮多的 不过一般用的比较多的 大致上 用的比较多大概就是这个 换号 还有呢 还有呢 输出双引号 输出单引号 还有输出这个斜线 因为这个斜线的话 如果你将来 比如说我们表示那个路径的时候 C号斜线嘛 有没有 应该是反斜线 那如果你在城市里面 没有多两杠的话 那也是会出错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 要特别小心 那其他的一些 其他的这个 拖曳资源 就用的比较少一些些 如果会用到 这个会用到 反斜线R 就Return 大部分都是 这个换行 不过这个换行 有时候是 用微软的编辑器做出来 才会有这个东西 这个后续 如果遇到的话 我们会再来看 大概是这几个 有关拖曳资源的部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就是把刚刚的原来输出是加总冒号是在同一行的 把它换成 做出像类似像这样 加总冒号 然后换行 前后 帮我加上 这个所谓的 双引号 这是你可以把它改成单引号也没关系 输出单引号 OK 试试看 好 接下来我们就是会来看有关运算值 刚刚有提过这个 所以这个运算值表 你可能要把它熟悉 这可能要记下来的 其实也不用特别记吧 这应该也没什么 特别 比较特殊的我建议是 一定要记这个 百分比符号 如果你不熟 马上多连结几遍 再来就乘乘 如果你不熟的话 你这次多做 比如A跟B 你就是中间加一个层层 然后print出来 就是它的平方 OK 你不要给数字太大 不然的话 应该也不太会有什么问题 玩玩看 顶多是出现出误讯息 OK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 底下还有两个表 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谓的 因为后面我们要做逻辑判断 那判断的话 左边跟右边到底有没有相等 那我怎么知道 左边跟右边有没有相等 所以我们可以用几个关系 所谓的关系预算值 左边跟右边有没有相等的话 中间如果相等的话 那就是等于等于 记得 如果不过VPA里面就一个等号 在python就是两个等号 这可能要特别小心的 那如果不等于的话 两边如果不等于的话 那就是什么 不等于就惊叹号符号 加一个不等于 OK 那这个大于小于 大于等于小于等于 这个应该都一样 这个没什么特别的 可能要特别注意就不等于 惊叹号等于 在VPA里面 它是不等于是这样写 一个小于 一个大于 这个叫不等于 这个都规则了 不是我定的 你就要记起来就对了 所以有些东西这固定的 你就不要自己去想一套 因为如果你想一套一定会有Bug 反正就记下来就对了 再来的话就是 逻辑运算值 NATCH比较少用 因为NATCH的话 这个逻辑写出来之后 你最后连自己都搞不清楚到底 是什么逻辑 就是像我们叙述一样 我不会说你不喜欢 你不喜欢 反正就是一直不什么不什么 最后发现你根本不知道到底他问的问题是什么 像之前我记得有一次公投吧 他里面的问题就是一直不什么不什么不什么 最后到底是我要回答true还是false 是还是不 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所以 像NATCH这个逻辑就很少用 我自己是很少用 因为我写完我会发现自己也搞不清楚 加个NATCH本来true就变false false变true就颠倒了 这个跟ecell里面的概念是一样的 and是交集 两个都要为true 所以第一个为true and第二个为true才是true 偶尔的话是其中一个true就是true了 所以其实概念都差不多 只是说我要怎么样 把这个程式的应用在像底下的这个有一个程式 比如说这一段程式好了 在第六页的地方 那这一段程式我们来run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一样你们就开一个新的模组 然后待会的话可能就是要把这个程式打上去 我先run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这个已经先写好 那比如说我希望呢 就是有个需求 我希望说呢 程式一run之后呢 让我填 填什么? 填年龄 所以执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这边的话 请输入年龄 冒号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输入 这里面总共有四种 四种逻辑 一个是小于18岁 就未成年 如果说呢 他是什么 18岁以上到30岁是青年 然后呢 30岁以上 就31岁 到65岁是壮年 那65岁以上就是老年 总共有四种逻辑 那我要怎么把程式写出来 OK 首先的话 我就输入15岁 Enter的话它落在哪里 落在这边 未成年 有没有 那如果今天输入什么 输入 这个 28岁 青年 那反之的话呢 那如果今天输入一个 90岁 那一定是老年 OK 像逻辑 这逻辑不是绝对 你们自己修改一下都没关系 只是说呢 这个程式该如何撰写出来 所以这个程式的话 总共有几个比较特别注意的部分 第一个 我要如何输入资料 OK 所以我把这个程式delete掉 我们重新再来过吧 OK 那首先的话呢 如果你要输入资料的话 第一个就是什么 输入什么 input 顾名思义 input 刮胡 那问题的话是什么 请输入年龄 冒号 所以你就把请输入年龄 冒号 把它怎么样 把它直接输入到这边 那这个时候它就跳出来 请输入年龄 的一个这个讯息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input 这个function 它所取得的资料 会是文字哦 所以如果你今天输入28的话 它外面会有28的字串 所以你如果要是正确应该怎么样 在外面怎么样 再加一个什么 int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int的话 那它没有转换成数字 你这样做逻辑判断 就会出错 OK 后面的话就再来就逻辑 如果 如果 if 所以未来的话 如果 if h 这个变数呢 假如怎么样 未成年应该 小于18的话 后面加一个冒号 然后 在VBA是加一个zen 不过这边是加一个冒号 反正到底一样 enter 做什么 不过你会发现enter之后 它会自动帮你说牌 有没有 就是 加一个tape符号 这个缩牌是必要的 这个是程式的一部分 你不能说 我把这个缩牌拿掉 那程式有bug OK 一定要有缩牌 然后你有什么 printer printer是什么 printer未成年 未成年 有没有 那当然 反之的话 我们如果两重逻辑 假设我们第一个 练习是 未成年 反之的话 反之就加一个else else else的话 加一个冒号 如果反之的话 那我就是 什么呢 推着成年 所以这边的话 把这个成年部分print出来 OK 好 程式写 不过这是两重逻辑 true跟force 而已 还没有像刚刚是四重的逻辑 那你可以把它执行一下 那你可以把它执行一下 另外请输入年龄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是 19岁的话 它就会输出成年 反之小于18 那就会成年 OK 所以 这个是第一个就是两重逻辑的写法 那如果说我要把它改成多重的话 其实很简单 其实只要把这上面稍微改动一下 所以第一个 这个两重逻辑 请各位先熟悉一下 然后 后面我们再来看那个 多重逻辑 反正就先true跟false 所以特别注意 那个语法请各位一定要熟悉 第一个是input 记得 input进来的一定是文字 这是固定的规则 所以外面一定要包一个int 如果不包int 它就变成说 它是一个文字 那如果文字丢到这边 跟后面的数字做比较 它就会出错 因为文字跟数字 它没有办法做比较 OK 所以一定要转型 OK 这个第一点 第二个的话就是if 逻辑判断 然后做什么事情 反之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冒号有点像做 然后的动作 做后面的事情的意思 OK